人 为什么不能做佛 不知道立业众生 天天打万语 也是你造业多重 不学佛没造这个业 学了佛时天天打万语 打什么万语 骗自己 骗佛菩萨 骗众生 每一天都干 你打什么万语 你早晚扩充 你都不是念 众生无边是愿度 众生无边是愿度 要立业众生 还是自私自利 还搞明文理 口头里说的 众生无边是愿度 实际上 没有度众生的心 只有占便宜的心 念念想占众生的便宜 念念再欺骗众生 再把自己养肥 不就干这个事情 七心动念 损人力气 这个给利益众生 供养你 一百八十度的相伟 念佛人到最后 不能往生 你能怪谁 统统怪自己 错用了心 要认真去反省 每天早刻 早刻的目的是提醒自己 我今天一听 不要忘记佛陀的教会 晚阔就是反省 就是忏悔 我这些这一天当中 哪些做对了 哪些做错了 做对了 要鼓励自己 明天继续干 做错了事情 明天决定不能干了 要断悟 要休闲 要承认自己的习气中 烦恼中 习气中 自己一定要承认 有意无意 全犯错了 佛经天天读 境界现前 就忘掉了 他不是不知道 知道 是不是明知 故犯 也不是 习气在做主 习气在操纵 自己无可奈何 这叫业力 习气就业力 业力不可思议 一教风行 就能够对治业力 不停